列入考核 待遇 待遇當然要列入考核 如果私立學校 待遇比公立學校好的 這個要獎勵 獎勵不是儲啊 他說你錢很多了 我不給你 你真的不會用在董事會的 看不到的地方 而是用在 老師跟學生身上 那你多給他錢 是可以促進良性競爭啊 不是嗎 這個要列入考核 改革的地方太多了 只要你那個位置一坐下去 好好思考一下 該改革的 很快行動 不用增加預算 也不會增加工作 稍微改變心態 調整價值觀念 然後採取行動 就會大幅改進啊 不是嗎 再來 學生 這個學校跟學校競爭中間 要培養學生出國留學 我們不是最進步的國家 所以我們絕對要到國外去起經啊 如果學校培養學生出去流血回來 他對學校絕對是有感情的 透過對學校的感情 他間接對這個國家就有感情啊 所以這個學校鼓勵輔導 補助 獎助 獎助 他的學生出國留學的績效也要列入考核 我們現在出國留學的太少了 中國那麼不平均 那麼封閉 現在都有30萬人在美國留學 我們台灣有多少啊 現在2萬是嗎 我看報導 現在2萬是嗎 2萬嘛 2萬 那這個私費都多少 自己想辦法的 搞不好 搞不好超過1萬5 1萬6 超過90% 超過90%都自費啊 那超過90%自費表示什麼 表示窮人都沒辦法 窮學生都沒辦法出國留學啦 對不對 那窮學生有很多 很多這個資優的 再來 有錢人出國留學 他可能是分學位 喔 不是全部啦喔 他可能性比較高 他回來接班 喔 回來 喔 這個 這個少 這個什麼少東啊 這個什麼 喔 你看學歷 喔 什麼什麼大學 什麼大學 非常好 當他回來做什麼 接班 繼承 對創新 對提升 貢獻有限 所以這方面 不努力嗎 所以隨便點喔 教育部要改革的 不用增加預算 不用增加人員 只要調整工作態度方向 馬上都可以立竿見零 認同嗎 我們持續都在虛心檢討改進了 就這樣子啊 這 如果我來辦學校 我就會往這個理想去走 你知道我文化大學的財猶是我改革的 我犧牲自己的生命啊 一不小心票計範上升啊 我就要前途就完蛋 那時候才二十幾歲啊 把學校財猶改過來 台灣的教育要改革 台灣的財政要改革 沒有那麼困難 誰敢犧牲 那你還做什麼事啊 到底就這樣 好 自私嗎 不自私嗎 你們用過的政務官 來 公佈一下 我助理 來 誰而又擇勢 勢而又擇學 官大 以後就誰問更大 去佔人家的教授的切 薪水搞不好特高 搞不好都是什麼特約的 什麼講座 有那個資格嗎 檢討這個內錄紀錄就好了 我不一一點名啊 自己檢討一下 如果對國家社會 已經沒有那個進步 價值的貢獻 不要去在那個位置 退休就退休 就這樣子 我把名單啊 我怎麼出路啊 但是 從國外拿到雙博士的 要回來教書幾步進去啊 真的 三十幾歲 不分男女 在外國拼到 副教授 助理副教授 他真的說 要回來 因為他父母親年紀大了 在外國賺得好 生活得好 但他希望回來找個教職工作 找不到 學校進不去 但是我們的官聯這樣流竄 來來去去 因為什麼 這可以當門神啊 我在講這個很痛心 所以台灣的教育要改革 是要從良心上去改革 勢如破質 然後 立竿先贏 大家參考參考 要不要一起救台灣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請江啟成 江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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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鄭天才 鄭天才 委員不在 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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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黃偉哲 李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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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員不在 顏寬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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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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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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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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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員不在 周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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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請賀興淳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請部長 社委員好 部長好 其實剛剛很多委員都在關心 是不是我們教育部退休的高級官員 轉任大專院校的校長 我覺得是不是肥貓自有社會公平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個學校到底能不能做得好 尤其學校做得好不好 教育部應該要知道 雖然我們現在有評鑑 但是我們教育部是把這個評鑑為外 講到這個我就在想 剛剛我們的政委員有提到 當我們在關心整個高教體系裡面的 所有的弱勢生在 不管是入學也好 或者是在校的輔助支持系統也好 我就在想 這些所謂從教育部 轉任大學校長的這些高官 既然有過去教育部的經歷 他教育部的經歷只是在幫忙 學校在爭取這個所謂的頂大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經費的優勢也好 除了這個之外 他到底能不能幫他 在他所任校長的大學院校裡面 幫忙這些弱勢學生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今天兩個議題 必須要真正去關心的議題 那如果切進來了之後 我又想到 政委員剛剛講的 我們教育部連這個所謂的 弱勢生在各個大專院校的一個 統計資料 我們都還很籠統 我也一直要 教育部沒有辦法給我 我要什麼資料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的 我們弱勢生的一個規範裡面 我們有拿幾類拿幾類 但是你們是統整起來 來算說我在每個大專院校的一個比例 你並沒有針對 中低收入戶的學生 在哪些大專院校的一個入學比例 低收入戶又有多少比例 身上學生又有多少比例 特殊家庭的學生 又有多少比例 你並沒有細項的一個 個別化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今天要的 不是他們的個人隱私 我今天要的是 教育部要針對各個各個所謂的 弱勢你們所謂的弱勢 學生裡面不同列別 在各大專院校裡面的一個 入學的一個資料 Data Base 我們教育部拿不出來 部長你知道嗎 我們教育部拿不出來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些學生 他們需要經過主動申請 我們才知道他的情況 因為有的學生其實都不願意 讓別人知道他的特殊情況 部長 這個不是學生主觀上 願不願意的問題 我現在問的是 教育部難道沒有辦法 跟衛福部整合嗎 衛福部有那麼多的一個社會 不管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所有的一個統計資料 而你們有平面的交流 或者是聯繫 或者是比對 我跟你講 部長 我們為什麼要你們去統計這些資料 因為你必須要清楚的掌握 這些不同情況的弱勢學生 在各大專院校的一個比例的問題 他們在學校的一個困境 或者是必須面對 我們教育部怎麼協助他們 怎麼幫他們解決問題 而你有統計資料 你有Data Base 針對不同的問題 不同類別的弱勢學生 你才有制定符合他們需求 幫助他們的一個政策工具嗎 不是嗎 當你連Data Base都沒有 當你連細緻化個別化的一個 弱勢學生族群的一個統計資料都沒有 你如何去因應而來 產生所謂的不同的政策工具 來幫助他們 真正達到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的一個問題 這些弱勢學生到底在各大專院校 他們的入學方式 對他們到底公不公平合不合理 第二個 如果說我們要認為 弱勢學生進入這些高校 進入這些公立的大學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 翻轉未來的一個機會 我們教育部又如何 針對不同族群的弱勢學生 我們用什麼樣的政策工具 用什麼樣的一個方案 來幫助他們 爭取對他們入學有利的方式 那接著 當他們入學了之後 我們教育部又可以要求各大專院校 如何針對不同的弱勢族群的學生 我們怎麼協助他們 甚至到包括以後的就業 我覺得這種種的不同的政策工具的背後 就要什麼 你們的研究報告嘛 你們的統計的資料嘛 部長有嗎 我跟委員報告 就說 有沒有 部長有沒有 我們每一年開學以後 學生經過主動申請以後 學校都有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都是依這個來做會長的 部長 所以我就說這是你們被動蠻寒 你們根本就不積極主動嘛 你們都是被動的接受資訊 那請問你們的政策工具怎麼產生 你們的政策怎麼切合幫助這些弱勢學生 幫助他們入學 幫助他們在校的一個輔助支持系統 幫助他們未來的就業 你告訴我啊 那你怎麼去制定符合他們需求的一個政策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每一個學生 他對於自己的家境或者情況 他不一定願意讓別人完全知道 部長 這個部分我們其實應該相當尊重 這個不是學生願不願讓你知道 學生在申請入學 還有學生在校的一個學校可以去主動支持 側面瞭解的地方其實是有很多你們可以去做的啦 是看你們態度主不主動第一個 第二個你們的政策你們的措施 協助措施入學方式等等 你們到底能不能契合這些弱勢學生的需求 跟能夠真正幫助到他們嗎 這個就剛剛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啊 你根本連一些database都沒有 你怎麼去幫助他們 這第一點 我希望部長你真的要要求 這個不是做不到 這一定做得到 第二個講到這個研究 部長你知道嗎 我們交易部一年有多少 經費是用在委託研究的計畫 你知道嗎 因為各司署有他們的任務 他們有不同的委託 我告訴你啦部長 你們交易部通通沒有一個統整的系統 來告訴我們 各司的業務到底委託計畫 研究計畫出去了多少錢 到底有哪幾個啦 我跟你講 研發會 他們每年都必須要把他們所有委託 的研究計畫 一年到底委託幾個 哪些題目 哪些主持人 哪些計畫 明細要列上去 勞動部也一樣 而這個是政府規定的 政府規定的 你知道嗎 部長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是我想如果是正式的委託研究案 我們也應該都有 整理了 問題是沒有啦部長 就是沒有我才要跟你講啦 你現在告訴我 你們可以統整你們一年教育部 委託研究計畫 委託研究的經費 總共加起來多少錢 你算得出來嗎 你算不出來 因為你們根本沒有管考 那這些錢 花在這個委託研究的計畫的錢 這些研究計畫 到底有沒有用 部長你也不知道 連花多少錢去做研究計畫 來做你未來的政策制定的方向 跟你的政策工具 你完全不曉得 花多少錢你不知道啦 你們現場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講得出來啦 因為你們從來沒有統計過啦 也沒有一個系統是可以來做統計之用啦 第二個 所有的委託計畫來 政府的資訊公開法 還有檔案法都規定 我們所有的政府的研究資料 都必須要 刊登在激光網頁 或者是呢 在GRB 政府的研究資訊系統 而你們的政府的資訊的研究系統啊 研究的資訊系統 是你們 一個單位啊 我跟你講叫什麼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啊 整個政府的部會都是委託他們在 在登錄啊 在做這個網站啊 你知道你教育部有做這件事嗎 沒有啦 部長你都完全不知道啊 我也去拉了一下啦 你們教育部啊 教育部的這個研究計畫 簡簡單單啊 教育部研究計畫一欄表 就這麼簡單啊 通通不完整啊 你們一年委託了多少的研究計畫 部長我再問一次 你們一年委託 你不要跟我講都各式的業務 你們一年委託了多少件的研究計畫 在我們的印象中其實委託的研究在教育部不是太多啦 不是太多那你告訴我數字多少啊 因為我們主要是國教院在做內部的研究嘛 他是一個 那你告訴我嘛 按照我們的資訊公開法 你們就是要登錄啊 你們就是要公開啊 你們一年教育部 你到現在目前 你的幕僚沒有一個人可以上來跟你講 數字 我們教育部一年到底委託了多少研究計畫 那我再問你 我們一年教育部委託了研究計畫一年 不要講去年講今年 104年總共花了多少錢 你們根本沒有人可以告訴部長 部長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這些錢花的有沒有目的 有沒有達到你的政策的未來的制定方向 契不契合有沒有經濟效益 部長通通都不知道啦 錢怎麼花的你也都不知道啦 花的有沒有意義部長也不知道啦 我們教育部很多錢就是這樣亂花的 我看過你們的研究計畫 你們委託的研究計畫 有的還上千萬 來部長 那個政府的公開採購法你知道嗎 我們多少錢以上要公開 包括委託研究計畫都要公開喔 都要依據政府的公開採購法喔 你知道嗎 是 是對不對那你知道你教育部有沒有 教育部很多案子可能是 你教育部有沒有啊 文化部 只要依政府公開採購法 多少錢以上就是要公開採購 你知道嗎 誰可以告訴部長 一百萬以上要公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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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以上要公開採購對不對 那你告訴部長 現在教育部一百萬以上的委託研究案 有多少件 有沒有數據 講不出來啦 因為你們對這個根本就是漫不經心啦 浪費預算啦 我告訴你你們自己教育部裡面 自己的作業辦法 違反公開採購法 對不起公開採購法 來我跟你說 你應該你教育部的委託研究計畫的作業要點 而且還是103年10月2號修正的 你們在裡面的第三點 本部辦理委託研究計畫之作業程序如下 裡面的第一項 委託經費啊你們不是設定在一百萬耶 委託經費新台幣兩百萬以下 是可以免提審議小組審議 得由各單位序民事實跟適當理由 就可以簽辦合定辦理耶 你們的作業要點是違反公開採購法耶 部長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細節我不瞭解 你不瞭解嘛 所以我們教育部很多委託研究案的錢 就是這樣亂花掉的嘛 就這樣亂花掉的啊 而且我再問你 你有沒有去看看教育部裡面這些委託研究案 各私通通統統整起來 我要求你三日內統整起來給我一份 給本委員會的所有委員一份 你們過去沒有做 政府資訊公開法要求要做 你們沒有做 你們違法在先 那我現在本委員會要求 各私所有的包括教育部的附屬單位 所有的委託研究案 請把細目給我列出來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經費多少 今年度的 請列出來給我們 我們在省預算的時候 你們通通都包裹在一個預算裡面 而所有的細項通通沒有提供 所以我今天利用這個質詢時間 我問部長 光是今年度 我們教育部一年的委託研究的案子 到底有幾件 你跟我說各私 我當然知道在各私的業務啊 但是各私的業務就是因應你們 未來要制定你們的政策 作為政策工具之用 所以你們要委託研究嘛 但是你連各私到底多少案子 可以統整起來 部長 你都沒有辦法回答我 好 我們來調查 我們來了解一下 一年這些委託研究案 到底花了多少錢 達到了你什麼制定政策 方向或是目的 通通沒有公告 網頁上通通查不到 這個叫政府資訊公開法 你們明顯的違法 然後違反公開採購法 你們自己教育部裡面定的 公開採購法 一百萬以上就要 招標 公開招標 你們這裡是寫喔 新台幣兩百萬以下 你是用兩百萬為基組 而且免提審議小組審議 各個單位可以自己核定辦理 部長你自己說 來我給你時間說 針對這兩個 第一個 各私你們教育部一年的研究計畫 經費的問題 執行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符合你的 教育部要制定政策的 不管是工具的研究啦 或者是政策制定方向的研究 你覺得 你未來要怎麼樣檢討 整頓 第二個 經費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第三個 違反公開採購法 要不要檢討 我想那個 謝謝委員的提醒 這個部分我會 在最短時間之內 請我們相關司署 把那個所有的資訊先匯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那你要不要檢討 我們當然會檢討 要不要符合法令 資訊公開法 還有公開招標法 我想如果是委託的研究 他本來就應該要資訊公開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做 那要符合公開招標 如果是委託研究 當然是應該公開 是啊 所以你要趕快回去檢討 你們自己內部的辦法 通到違法 細目請三天內給我們 謝謝 好 報告委員會我們登記質詢 這在場委員均以質詢完畢 李玉琳委員 楊玉馨委員 陳淑惠委員 楊瓊瑩委員 黃志雄委員 這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我們對於委員 今天議程做如下決定 依對委員質詢要求 提供相關資料 或與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計畫 於兩週內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令行指定期限的 重啟指定 那我們本案報告及尋答結束 那報告委員會 我們現在由委員提出 臨時提案共七案 因為這個我們把握時間了 我們現在就請宣讀臨時提案 但是宣讀的同時 如果部長跟同仁有需要到洗手間 你們可以離席沒有關係 我們這樣節省時間 好請宣讀臨時提案 第一案 一個國家國民美感素養的提升 有賴於美感教育的普及與生化 這部會推動美感教育計畫 定點美善社會美麗國民美化膠原 美感續航四大主軸 副維經維在既有政策上 企圖建立場觀學協力 共造美育體系 以整合和活用各項資源 並於103年宣示為美感教育元年 啟動103年 103至107年第一起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為營造全民永續美式之生活環境 須以國家高度剝劃全民共同參與政策 原建請教育部於一個月內 原理國家美感教育政策綱領 同時每四年同監檢討一次 並同公布國家美感教育政策白皮書 提案人委員陳碧涵、連署人、蔣乃馨、孔文綺 第二案 埋害對台灣影響越來越大 為教育部對空屋架的標準太過嚴格 在空屋指抱來臨時 許多學童能在戶外上課 顯見空屋停課標準彈性不足 原提案要求教育部應協調環保署 自105年1月期 前面要求學校升空品期 一旦升起紅紫期空氣不良時 學校應減少或取消學童的戶外活動 適合得當提請公爵、提案人、委員 正立軍、田丘錦、連署人、黃國書和欣存 第三案 教育部目前所研擬之教育待遇條例實行細則 法案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實力學校應訂定之加級之規範 其項目給予條件 依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未將支給數額納入違反 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七條規定 實力學校教師加級 準用該條例第十四條到第十六條有關公立學校教師加級項目條件 即支給數額之規定 且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七條規定 教師加入公會者得涉權由公會代表協議 教師待遇條例實行細則 草案卻將公會得代表其會員教師個人 與校方協議的權利進行限縮 變成應依據團體協約法過半受僱者 加入公會的團體協約協商超高門檻 亦違反母法之規定 原要求教師待遇條例實行細則 應依母法教師待遇條例之規定 實力學校教師加級之項目條件 以支給數額應依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並明定加入公會之私立學校教師都可授權公會代表與校方協議加級 不受團體協約法的限制 提案人委員鄧麗君連署人黃國書 起字節和心存 第十案 各級學校各領域課程綱要居書 教科書之編寫內容影響學生受教權勝據 唯一百零三年二月公佈之高級中學社會領域微調課綱 由於制定即審議程序黑綱不透明 無法取得社會信任導致爭議跌升 甚至引發我國所度學生未爭取自身受教潛制衡抗事件 但在微調課綱爭議未解之際 影響更為深遠廣泛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又在持續研修制定中 引起社會更大的不安及疑慮 被打壓凝聚社會公司以解決課綱爭議 也要求教育部全面暫緩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研修以及審議 是課綱制度改革法案 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 使得依據修改後之新程序 重新進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研修以及審議 第二年委員鄧立軍 連署人許志杰、陳恬飛 第五案 建議近期國際恐怖攻擊事件頻傳 諸多重大國際賽事亦成為鎖定目標 教育部作為國內體育最高主管機關 未將維安因素防範於未然 應積極協助台北市政府就2017四大運之維安規劃議題 就中英角度提供必要之課部會協調與支援 務使四大運之籌備能有最高規格且緻密的安全防範 請就在部一個月內就維安部分進行規劃 並向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提出報告 提案人委員許志杰、連署人鄭立軍、黃國書 第六案 建議目前大專診病過程中頻頻出現 教育部無視各校醫院由上而下強行要求診病 然而大專院校診病實設及學校之組織章程變更 應透過審慎之民主程序並經校務會議三分之後以上同意方可為之 事故請教育部切誤帶頭違法 強行要求大專院校在缺乏民意 以國通的基礎上推動大專院校診病 對社會做出不良示範 提案人委員許志杰、連署人鄭立軍、黃國書 第七案 建議日前進行是棒球十二強賽事 中華棒球在賽事籌備過程中理出狀況 除造成國內球迷不滿 同時依效 教育部作為國內體育最高主管機關 對國際賽事承辦 不應只是在賽會期間沾光收割更應對 接受教育部賽事補助相關協會 就規劃部分進行要求以免依效國際 同時對國內協會缺乏民主參與 以剝削球員之狀況 請教一部就國際賽事舉辦的改善 與單向協會公民參與問題 以一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 莫讓單向協會成為台灣體育進步障礙 提案人委員許志杰、連署人鄭立軍、黃國書 宣讀完畢 好 我們宣讀完畢 我們現在來進行處理 我們總共有7案 那其中第4案是上一次有關這個 12年國教課綱專案報告的這個臨時提案的保留案 我們放到最後面好不好 我們先處理今天委員提出來的臨時提案 好 那第一案陳必然委員提案 教育部有沒有補充說明 第一案我們遵照辦理 好 那我們照案通過 第二案這個是本席帶田丘警委員在我們委員會提案 就是這個空污越來越嚴重 這個本席也覺得 我們現在是雖然這空污標準是要跟環保署 這衛福部啦 衛福部來這個共同訂定 不過教育部應該還是要對學校更高的標準 因為孩子的承受度還是比大人低 那另外就是說即使在達到衛福部 這個訂定的是停止上班嘛 上課 那但是教育部應該是說 在某些標準以上就要減少戶外 我覺得這應該要分級標準 應該要由教育部自己來思考 因為他們不會想這麼細 所以這個我帶他提案 這個教育部有沒有補充說明 我想那個原則我們同意 我們也在那個積極的研究 如果那個在這個提案裡面 文字上是不是可以做一點那個調整 就是自105 第二段好 自105年1月起全面要求學校升空品期 我們是不是可以加上或以其他方式示警 或以其他警示方式 因為不是每一個學校都升那個空品期 好 這可以啦 就是要有個警示座嘛 那第二個是那個一旦 一旦達到紫色期 那那個後面就 因為那個紅紫 對 一旦達到警示標準 對 一旦達到警示標準 對 好 可以 好不好 那我們照修正通過 謝謝 好 第三案 第三案 我們還是想跟委員報告跟溝通 就是說本來的立法意旨是希望 我們尊重這個學校的協商 但是它不可以低於過去的這個薪水 這是大家的共識 因為私立學校有的薪水是比那個公立學校來的高的 所以過去都是大家都是用這個原則在處理 就是它要調整一定不可以低於過去 而且要每一個老師都同意才能夠調整 這是我們現在的處理的原則 所以在文字上是不是可以 這個部長 這個在當時我們法的協商 當時要討論要準用或得準用的時候已經談過了 你們當時也是用這樣子來跟我們解釋說 所以得準用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朝野協商結論大家就是希望準用 因為我們不想開這個漏洞跟這個門 所以法律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已經來不及去討論這個法律的內容 法律非常清楚 17條就是職務加級、學術加級、地域加級 準用前三條規定 前三條這三項加級都講得很清楚 職務加級之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 學術研究加級之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 地域加級之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 這個法律非常清楚了 暴行政人核定就是要把這些都暴 你不能漏掉知己數額 這個不容 這已經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了 這非常清楚了 所以你們的私情細則就是不可以違法 就這麼簡單一個道理 這個是任何立法委員都要遵守的 私情細則執法如果違反 抵觸母法我們就是要退回了 不會准以備查的 我跟委員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 在那個王院長主持的這個協商會裡面 他是這樣寫的 在唯一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 與教師協議前 私立學校教師之加級知己數 不得低於本條例制定公佈前之數 那個是附帶決議嘛 我現在問你嘛 附帶決議跟母法哪一項高嘛 當然是法律啊 附帶決議的解釋 就是也是要在法律底下去解釋的嘛 這個身為部長政務官怎麼連這個基本原則 主要是尊重立法院的決議啦 你再跟我 來 你再講我們就再繼續講 你再跟我繼續 繼續在這邊模糊 請問法律我剛剛念的不是法律嗎 第十七條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不是法律嗎 這個法是我個人寫的嗎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所以部長你可以不守法嗎 我們就是守法 所以才跟委員做這樣的說明 魏京哥你說過 你如果只給項目跟條件 你就是符合附帶決議但是違法 你如果給三個項目條件跟數額 就是你符合附帶決議也符合法 附帶決議特別講到兩個 並沒有附帶決議說不得將知己數額列入嘛 你懂不懂這個文字的邏輯 這樣好不好 那個我可不可以跟委員報告 反正那個私刑記者我們還在徵求各方的意見嘛 那我們會整合大家意見以後 我們定出私刑記者 我們沒有在這個整合意見 整合意見你們有新意見 請你們提修法進來 法律已經定了就是這樣子 你們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啊 還要你整合意見你還可以定出一個違法的嗎 就這麼簡單一個道理啊 如果這樣討論的話我想跟委員請教 就如果有一個學校 他的那個家級是高於公益學校可不可以 因為事實上有私立的高中 他們的家級是高於公益學校的 他們對於那個老師擔任導師 是給予比較好的福利的 那這樣子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所以當然是附帶決議就是要處理不得低於嘛 對不對 但是附帶決議不是讓你們去取巧說 把自己數額從私刑記者裡面刪除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邏輯就是說 你的私刑記者如果包括三項項目條件跟數額 是既符合法又符合附帶決議 你如果只有項目跟條件就是符合附帶決議 不符合法律 所以附帶決議已經解決你那個問題了嘛 所以現在你的私刑記者必須要符合法律 又符合附帶決議 所以你必須把知己數額放在裡面 然後你剛剛講的情況附帶決議可以解決啊 那怎麼放在決議附在細則裡面 就是說如果有的學校他有比較高 我們要怎麼去併那個數額 那你們私刑記者要去想辦法讓他符法 符合法律又符合附帶決議嘛 就是你就必須做到啊 照顧你必須符合法又符合附帶決議 但是你們現在私刑記者就是違法 但是符合附帶決議 你了不了解這個邏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當時也是經過大家的討論以後 最後才用準用這兩個字嘛 他不是用試用嘛 那這個其實也代表了大家當時討論的共識 所以當時的共識就是說 他絕對不可以低於在這個法通過之前 所以啊 所以就不能低於 所以你不用再問我啦 不不 不不能低於跟公立學校 那還是可能有差距啦 有的是高 有的是低啦 那我們覺得我們 那所以附帶決議才要處理不低於嘛 對不對 對 但是你的法律的項目已經定在那裡了 項目給予條件跟知己數額 我們就是包括在那裡了 你怎麼可以再去擴大解釋這個附帶決議 他當時是為了處理低於 不得低於嘛 然後你來做一個私刑記者違法 部長 我講的是中文 你講的是中文 我已經講這麼多遍了 沒有 我說如果是 如果是照我們的 條例規定的話 我們就是沒有低於以前嘛 就是這樣子啊 很簡單嗎 但是我不能定成名文的數字啦 你如果要符合決議或符合法律 你的信息則就是准用不得低於嘛 就這樣子啊 准用但不得低於啊 這個文字都可以解決的啊 你們就是心態上不願意啦 才會在這邊玩文字遊戲 不然我幫你們寫 我跟委員報告好 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樣的 就是說保障那個私立學校老師的權益 這件事情我覺得教育部我們會認真 你不要抽象在這邊喊口號了 部長 你已經喊了多少口號 法也都協商了也都訂出來 今天用私刑系則來違反母法 你今天還要再跟我喊口號 部長 不要輕低估委員的智商啦好不好 部長 這樣好不好 我們會不知道你們要幹什麼嗎 你們之前耶 要這個協商的時候 還來跟我們來這個揮 這個揮說 還跟我們講說什麼准用 這個非適用 那這個適用才是全部比照 我開工廳會之後 次長當時來出席的代表 才願意收回這句話 准用就是准用 那這個林佳和律老師 包括二十幾位法律學者專家 都已經闡述得非常清楚了 准用就是兩者性質或定性不同 但法律效果相同 所以才援引同一情形 所以這個准用就是適用 你們也不存在這個空間了 我現在請教最具體請教部長 請問你們高普考 你們都考過高普考 高普考法學序論 法學知識的題庫 什麼叫准用 你們有沒有這個法規小組 來 高普考法學序論 發言